巴比伦昔日携豪雨一夜雨量超过一个月军量 中台巴比伦在日本造成严重灾情 南边九州与北海道都豪雨成灾 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要小心和川水为暴涨及吐沙灾害 目前已有余千人被疏散避难 九州起降的班机也受到台风影响 纷纷取消航班 根据日本气象厅刚刚发布的最新资讯 巴比伦在长崎县五岛市西南120公里的海上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往北前进 中心最大风速35公尺 最大顺尖风速50公尺 暴风半径90公里以吹注风速25公尺以上的暴风 整个九州几乎都在巴比伦笼罩下 今日上午八时位置 路尔岛县雾岛市的雨量观测战绩 录到一小时50毫米的强降雨 宫崎县小林市也有一小时36.5毫米的大雨 今天台风将接近九州北部 很可能出现一小时80毫米以上的大雨 至明日早上的24小时降雨量推估四国的区400毫米 九州北部350毫米 九州南部250毫米 中国地方150毫米 关西及东海一带120毫米 北边的北海道也受到滞留封面影响 大气状况不稳定 出现断断续续的强降雨 流蒙市等地出现昨晚至今早八时位置 12小时降雨量超过120毫米的大雨 一夜降雨量便超过了7月份1月平均降雨量 深川市雨龙川严重泛滥 淹没农田 根据NHK统计 目前长崎线有707人避难 北海道深川市一个市便有600多人避难 至今早七时未止 九州起降的班机已经有逾110个航班取消 民众要搭机前往九州旅游 最好先确认航班资讯 中州 daughter 中国一辈子 内 BREAK 中州 年权 外国行神 世界範囧 得 好了